日前 中共監獄系統爆發大規模的新冠肺炎傳染 監獄方面以疫情為由 禁止家屬探望和聯繫再押的維權律師、家屬擔心 中共可能會趁機對他們不利 外界也質疑 監獄是中國最不透明的領域之一 目前披露的感染情況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余文生律師曾為709大抓捕案的多位維權律師辯護 目前被控刪顛罪 關押在看守所 妻子許彥表示 余文生在18年初被抓後 只和家人有過一次5分鐘的視頻通話 當局也不允許律師會見 處於失聯的狀態 爆發疫情後 他向一方多次查詢丈夫的情況 都得不到回覆 因為不知道他的身體情況 而且也不知道他所在的地方 有沒有感染疫情 但是我給他們打電話也打不通 現在這種特殊情況 我又沒法從北京去徐州市去維權 另一名維權律師王全璋 目前被關押在山東林役監獄服刑 妻子李文足在臉書上說 幾個監獄確診新冠肺炎 我們這些政治犯家屬備受煎熬 心急如焚 李文足表示 自去年6月以來 他每月到監獄探望丈夫一次 但當局以肺炎疫情為由 取消了原定的會面 他和兒子感到特別失望 早前 他還曾經連續幾日致電監獄 要求微信視頻或見或通電話 都被預防拒絕 他擔心 中共當局可能會趁機對王全璋不利 流亡美國的前維權律師騰彪認為 肺炎疫情爆發後的不少案例顯示 中共對維權和異議人士的打壓正在升級 基於防疫需求 各地的社區陸續封閉管理 清查監控得以更加滲透到基層 中共對維權異議人士的抓捕會變本加厲 根據中共官方3月1號公布的數據 2月29號一天 武漢監獄僅被關押人員 就有233例新增病例 在此之前 中共司法部副部長熊選國 也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 截至2月25號 湖北、浙江、山東三省五所監獄 發生群體性肺炎感染事件 共確診555例 當局首次披露監獄疫情是在21號 當時司法部監獄管理負責人何平宣布 湖北有3個監獄存在肺炎感染 人數最多的是武漢女子監獄有230例 山東任城監獄也有200例 不過外界普遍質疑 中共公布的數字和信息發布10點 BBC報導認為 雖然目前無法得知 五所監獄爆發疫情的準確時間 但在中共高度嚴格的官僚體系下 3D監獄同一天公開疫情是巧合的機率極低 從來沒有痛苦 所以從來都不會詳盡 他這種數字的真實性 但是就現在他所報出的這些人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恐怖的東西了 維權人士陳光誠在博客中提到 中國的看守所和監獄 都是超規定容量2到3倍關押 不同的監獄之間明碼標價把犯人賣來賣去 以滿足對勞工的需求量 再加上發燒不到39度 不允許看御醫等潛規則 感染的犯人很難被及時發現 而且傳染範圍很大 絕不可能只是官方公布的幾百人感染 維權律師王宇認為 監獄惡劣的生活和衛生條件 使新冠肺炎病毒能夠迅速傳播 各方面這個營養休息都不行 所以對人的免疫力肯定都受到不好的一些影響 那人一是太集中了 二是免疫力足外界的這些人 所以說一旦照常感染 恐怕它會集中了大規模的感染 而且很難防範 治療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它這種醫療設施各方面跟外面是沒法比的 所以我還是比較擔心 大紀元時報記者獨家採訪山東任城監獄 得到一份內部文件顯示 任城監獄的很多獄警 被隔離在幾寧的鳳凰西院酒店 當局怕消息外傳 要求他們簽保密承諾書 還購買統一服裝 換下警服 網上還流傳了網友上傳的聊天記錄截圖 圖片顯示 光是山東任城監獄 確診病例就高達2400人 遠遠超過中共披露的200多人